嗨,我們現在要來開始教鼓刷了 第一件事情,你要找一對鼓刷 常見的鼓刷有鐵絲的材質,還有塑膠的材質 這兩種材質的音色不太一樣,手感也不一樣,各有各的趣味 第二件事情,你需要一個可以刷的表面 如果你沒有小鼓的話,你可以選擇一個後紙板或者是紙箱 在上面刷起來,聲音跟手感的反應也非常的好 或者是你可以買一張鼓皮,直接刷在鼓皮上面的效果也非常好 當然,最好的話是你有一顆小鼓 不過你要注意,如果你的小鼓上面的顆粒已經磨平了,變得太過於光滑 鼓刷在上面刷出來的聲音會不夠清晰,我會建議你換一張鼓皮 接下來,課程進行當中,你會看到非常多的圖形 我希望你不要太過於迷信這些圖形 即使你跟我刷一模一樣的圖形,刷出來的音色可能會不一樣 即使你的圖形跟我不太一樣,也沒有關係 實際上在演奏一些節奏的時候,重點是節奏聽起來的感覺 聲音出現的時候,跟你腦海中所想像的那個樣子是相符的 也有可能在一開始學習的時候,你的腦海中沒有什麼聲音 對這些聲音沒有足夠的想像 多聽一些相關的音樂,會很有幫助 我也會盡量的推薦各位聽一些適合的音樂 接下來就是鼓刷學習的第一個階段 我們要來練習怎麼樣控制這些聲音 這些練習非常的困難 即使我已經學了非常多年了,但是還是會有很多需要克服的瓶頸 由於鼓刷這門藝術非常的細膩 我也一直在摸索求進步 我們就一起努力吧 我們先單手練習,無論用左手或用右手都可以 畫面中我會用左手 我用的是傳統式握法 如果你用對稱式握法,像是這樣拿也可以 傳統式握法的教學我會再晚一點,再分享給各位 這堂課的重點是先練習動作跟聲音之間的關聯 由於鼓皮的表面是有一點點粗糙 有點像細的紗紙或者是比較粗一點的紙的感覺 所以即使我的手指在鼓皮上面摸,你都聽得到聲音 現在我要用鼓刷來取代我的手指,在上面摩擦 第一種摩擦就是輕輕的把鼓刷放在上面 由於鼓刷的這個面其實像是一個扇形,一個面 我把這個前端這個面壓在鼓皮上面 變成這樣子 不用壓的太用力,就是輕輕的放上去就好了 去體會它在鼓皮上面移動會產生怎麼樣的聲音 現在我要用直向的用拉的 然後用推的 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鼓刷跟鼓皮的角度 如果角度比較直,像是這樣 這樣子 推跟拉的聲音可能不一樣 我現在把角度做大一點 推的時候可能會卡住 因為鼓皮上面有一些細小的顆粒 你會發現有點容易卡住對不對 你要去找到一個適合的角度 比較不會卡住 新的鼓刷跟舊的鼓刷 或者是不同品牌的鼓刷 都會有這種角度上的差異 你只有親自去體驗 你才會知道怎麼樣去拿捏適當的角度 再來就是體會一下鼓刷在橫向移動 音色也會不太一樣 你會注意到音量大了不少 你會注意到音量大了不少 所以前面兩個練習就是 拉或者是推 第二個練習是橫向的移動 每一個練習都會花上你非常多的時間 這是一個消耗生命蠻好的方法 接下來請你注意到 除了鼓刷啟動的那一瞬間 你會感受到一個時間點 就是從靜止到有聲音的交界處就會標示出一個時間點 等於是一個音符的開始 但是聲音的停止也會有一個時間點 接下來我們要控制聲音停止的那個時間點 我想要在1的時候開始 然後在3的時候停下來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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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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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